别说我们在此有四个是黄埔金孝生 四个 因为这个村像一口大锅坐落在全峰之上 所以说就被誉为高档 高档是不一语的意思 就是山峰上的大锅 这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不一种存在 来到这里一切都有石头有关 石墙石屋石瓦石窃石像石门石道 全部都是石头 这种欧式的窗户争袭结合 哇这个屋的层高很高啊 你看哇好高好高的 还有马灯上面 哇太有特色了 它这个窗户 虽然是明朝中期的房屋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以前这个房子有这么高吗 有啊原来就这样 原来就这样 我看你这个房子后面 这个窗户是那种欧式的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老的 它的那个建筑 就是有点有点反欧的 反欧 那这个地方那么偏僻 在一个山区里面 怎么会有这种欧式的风格建筑 你别说我们在这 这有四个是黄古金孝生 四个 哦 那就是他们回来建的 没有 这带出去看了以后 有的就回来建了 就把那种欧式的那种 那种风格带到了你们村子里面 对 哦是这样啊 说明里面这个村子还是人才辈出啊 中西结合 挺好挺好 好谢谢了 你姓武吗 对姓武 下面那个朝门以上的就是姓阳 朝门以下的都姓武 就是那个门以上的就是姓阳 这边是姓武为什么呢 因为姓姓武的先来 来了以后呢 姓阳的也活是亲戚嘛 把姓阳的家也带过来了 就是把姓阳的家也带过来了 对 也带过来以后 他们就出在那上面 姓武的就住在下面 哦 你们姓武是最早来的 对 你们老祖是哪里的 先祖 这个 是不是江西那边 年代他家的就是黄埔金校的 第六届的 这个在黄埔金校那个校册里面 应该都可以查到的 他们这些人 有啊 但我们城市馆都有他们记载 城市馆有他们记载 好 谢谢了 有个三四十户人家 姓武都比较多 明朝的时候啊 从江西过来的 每一家每户 感觉都是一个小的世外桃源啊 明国时期 武祖武德延为黄埔金校第六届学生啊 这家有人住 小朋友啊 嗯 这是你家吗 嗯 和谁住在一起啊 爷爷奶奶 哦 和爷爷奶奶啊 哦 爷爷奶奶呢 去哪里了 在家里可能是 你们住了多少代人了 住了多少代人了 在这边 我都搞不清楚了 你搞不清楚了啊 哇 里面这个房子很有特色 半边石墙 半边木房 全部是木房 全部是木房 那么这个石墙是后来家的吗 这个是以前家的 这后来不能家的吧 哦 后来不能家了 能不能上来看一眼 可以可以 可以啊 好 看一看 这边还做了一个永碧墙 这种石头的 哦 这是这样有缰上去的啊 这样比较牢固 比较牢固这样 对 这边可以 这边以前是有门的 香那个门 这边有门 这边有门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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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土匪 楼上可以住人啊 楼上也可以住啊 也可以住 这是你们的糖窝啊 煮 看见社博园 哈哈哈 水不缺是吧 不缺 是自来水 自来水啊 统一供水了 挺好 你看这个瓦片 全部是石片 差不多是石片 就是山上踩下来的吗 是山上踩下来的 现在都受保护了吧 不准动了 这个没有征收嘛 这个国家没有买嘛 没有买 但是属于文物了吧 属于文物了 嗯 好 谢谢了 走一走 看一看 石梅 石墙 全是石头 家里面 院子里面也是堆了这种石片 你看接下来的一片一片的 这就是他们的建筑材料 这个房子 它中间没有任何的 有意思啊 你看它是露风的 这个房 冬天会不会冷啊 正点文物保护的建筑了 高达08号 哇 曲经通幽 万万曲曲啊 在这里面会迷路 你看 这边又是 曲经通幽又过去了 又一个石门 哇 这个墙感觉要倒掉一样 都裂了 哇 好危险啊 算了 我们还是不过去了 哇 这个地方 真的是石头的世界 像迷宫一样 在这个 屋顶上 还有开的玻璃窗户 设计的也挺好 已经改造成客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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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也打造了 我们以前来的时候 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 现在是完全打造成一个旅游示范村了 非常的漂亮 这个村寨 美丽庭院 它们的结构都是 下面是石头 上面是木头 这种两层的 但是这一家的 层高特别高 它下面还有一层 我们看 下面这一层 以前是他们的储物间 养松畜的 上面还有一些仙人掌 哇 那个蝴蝶好漂亮 都是重点文物保护 我们看这个墙 这个墙就是 纯石板 一层的一层 一层的一层的上去 这个五宅是明朝中期的 明朝中期的话 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 这个景这个名字起的也很有意思 叫巡洋景 景下面 景是被石头盖住 下面的水啊 很清澈 我们看这个石拱门 太有诗意了 时不时有些人在这边来拍照打卡 进到石门里面 又是一个世界 石房 石墙 石器 石门 这可能是已经属于集体的了 这个也是这个人 对 那它文物多了 上面都是的 它有的是没有户主了 是属于文 属于集体的了 它不属于个人的 太阳马上要落山了 高洞村 反而热闹起来 很多游客来这边吃农家饭 来住宿 在村中央的广场上 有一些小伙子小姑娘 帅哥美女 在这边做一些户外的活动 挺有意思 这个时候是村寨里面最热的时刻 我们看阳光照在瓦片上 还有石墙上 这个村庄很快就会进入安静 等天全部暗下来的时候 这个村寨就会回归宁静 这边一些老人 在这边乘凉 聊天 两边都是三角梅 环境非常的好 全山环抱 郁郁葱葱 鸟语花香 山清水秀 简直是一个世外桃源啊 一座村寨 一个人物 一段故事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1009座 国家级传统村落探讽之旅 敬请关注 谢谢大家